孟婷的病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其中有一个女孩 尤为关心孟婷 她就是我们曾经报道 过的做私人定制手机壳 在网络上的直播 为自己筹集肾脏移植手术费的小如 这两个女孩都是13岁 都因为生病体重只有38斤 相似的经历 让小如对比自己小两个月的孟婷格外关心 很想亲口鼓励一下孟婷 由于小如不能出远门 我们无限徐州全媒体记者 特意为两人做了视频联系 小如说孟婷你一定要加油 生病不可怕 一定要有好的心态 一定要有坚强乐观的心态 然后来面对病魔 小如相信大家也一定记得她 13岁的小如有着6年能要毒症病史 唯一能治疗的方法 就是做肾移植手术 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 小如开始做网络直播 做微商 出售自己亲手做的个性定制手机壳 2017年12月 小如在武汉同级医院 接受了肾脏移植 但让人难过的是 这次手术失败了 现在小如每天都要做4次透析 等待第二次移植的机会 小如和孟婷同龄 都是13岁 也都因为病厨的折磨受作不堪 看着这两个早遇相似的孩子 小如的妈妈感慨万千 小如妈妈说 挺心疼孟婷的 小如和孟婷一样的年龄 体重和孟婷一样 也是38斤 这些孩子经历了太多 遭遇了太多 真心希望这些孩子能早日好起来 两个陌生的家庭 因为相似的经历而相识 相惜 互相鼓励 小如嘱咐孟婷 要坚强乐观的面对病魔 才能让爸爸妈妈安心 你一定要加油 风雨后一定是有彩虹的 加油 相信在小如乐观坚强的影响下 孟婷也能更加坚强的面对病魔 真心希望这两个孩子 能早日战胜病魔 远离病痛的折磨 孩子们 加油 我们都是你们身后最坚强的后盾 感谢观看